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們看一下今天能不能把第九章假設檢定 做一個完成 我們來看一下我們今天談到9.3 這個母體比例P的這個假設檢定 剩下另外一個單元就是母體變異素的假設檢定 那我們來看一下 這一個 以致我們生產一批產品是N個 生產一批是N個 其中不良力P是未知 藉由抽樣檢驗N個產品 給定顯著水準 我們給一個顯著水準 你來做一個雙尾的檢定 那雙尾檢定我們以雙尾檢定當代表 那這種題目其實也常常會碰到 我們會探討 一批產品的這個不良力 那我們試著用檢定來看這個不良力的狀況 好我們來看一下 好各位看一下 其實這個東西各位應該很面熟 我想我們應該講過第二次還是第三次 回去看一下 一個母體裡面大N個 然後這個K個是不良品 N-K個是良品 那N我們可以知道 我這次要生產五萬個 十萬個一百萬個 這個N我可以去控管 但是這個不良品我不曉得 我如果知道不良品的話 那當然這個問題就簡單了 今天大概也不需要用統計來處理了 這些N個裡面到底有幾個不良品 我不曉得 所以它的不良力我沒有辦法掌控 所以各位看一下母體的不良力 P等到N分之K 因為K不曉得 主要是因為K不曉得 所以這個P就位置 所以我們現在有信息想知道說 這個P到底是多少 它的這個相關的資訊 我們希望能夠掌控 那我們現在怎麼做呢 我就抽一個樣本 樣本呢 S1S2要SN 我們抽這一個樣本 有N個來檢驗 那各位 這個以前也寫過 各位看一下 SI等於1呢 表示檢驗第二個產品是不良品 檢驗第二個產品是不良品 那等於0呢 表示檢驗第二個產品為良品 比方說我檢驗100個 我檢驗100個產品 那100個產品裡面 我去檢查 好的話就是0 我就把它記號是0 那不好的話就要表示1 那假設我檢驗100個 100個裡面呢 有95個0 5個1 那就表示100個裡面 沒有5個不良品 5個不良品 所以呢 我們把這一個 各位看一下最下面那個 P等於N分之Y Y呢 Y代表什麼 Y代表說我檢驗100個產品裡面 不良品的個數 那這裡面就表示說 我檢驗N個產品裡面 不良品的個數 不良品的個數 那100個產品裡面呢 有5個不良品 那當然樣本的比例就是1百分之5 那就是5% 樣本的不良力就是5% 我們就可以這樣把它算出來 我想這個在信賴期間的時候 已經有談過 已經有談過 所以我們假設Y呢 代表檢驗N個產品不良品的個數 那P等於N分之Y 表示樣本的不良力 樣本的不良力 好 我們來看一下 所以這種題目的探討呢 就是用樣本的不良力 來推母體的不良力 我試著從樣本的不良力裡面 來看母體的不良力 到底是什麼樣 好 各位我們來看一下下一頁 那由這一個我們假設N是大等於30 是大樣本的 那麼各位看一下那個大N 或是小N 小等於0.25 這個假設其實是非常重要的 那這個假設其實是也很容易達到的 事實上我們在超級的分配裡面 跟二強分配就講過一次了 那我印象裡面在信賴期間有講 在錯樣分配有講過一次 信賴期間好像有講過一次 一般來講我們在做這個抽樣的時候 都是以不放為抽樣 所謂不放為抽樣就是說 我這個東西被我檢查完之後 我不會再放回去 就是說我下次再抽的時候 我絕對不會再抽到這個產品 我不會再抽到這個產品 因為你同一個產品 你不需要抽兩次 所以我們實際上 我們在做抽樣的這樣的一個過程 我們都以不放為抽樣 那放為抽樣是一個比較理想狀態 我想這個我已經講過很多次了 那是限制的環境裡面都是以不放為抽樣 那不放為抽樣我們在處理上會比較麻煩 就是所謂的這個超級的分配 那處理會比較麻煩 那只要達到那個條件 大N分之小N小的等於0.05 只要滿足這個條件的話 那麼這一個 滿足這個條件的話 我們可以把它當作是二相分配來處理 我們當作二相分配來處理 滿足那個條件 我可以當作二相分配來處理 也就是說它原來的題目 應該是一個超級的分配 但是你只要滿足那個條件 我可以把它當作二相分配來處理 然後再加上它是大樣本 我們由中央極限定理告訴我們 告訴我們這個p等於N分之外 會近視於標準常態分配 我想這個東西你應該很熟了 你應該很熟 只是說我這邊再給各位一個複習 所以我們會得到p等於常態分配 那既然知道常態分配的話 我們後面的處理就簡單了 你所有的東西都跟常態分配有關 所以我們把它標準化 這一步把它標準化 就變成標準常態分配 那接下來的討論呢 就跟以前的常態分配很像 就比較容易處理 好 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來看一下 好 第一個我們使用臨界值 檢定法 好 各位看一下 在H0微增之下呢 拒絕H0 什麼情況就會拒絕 就是p大的C度 或p小的C1 那我想這一個是雙微檢定 我一直在強調 好 你在面對檢定的時候 第一個念頭是什麼 什麼情況之下可以把H0推翻 我說你看到檢定 第一個念頭就是說 什麼情況之下可以把H0推翻 也就是說 推翻H0的區域在哪邊 簡單講就是拒絕意義在哪邊 你看到所有的檢定問題 都是這樣的一個念頭 所以我要各位趕快去看一個檢定 把它弄清楚 因為一個檢定問題你懂了 後面所有的問題都懂 一個不懂 你後面還是不懂 你看了那麼多檢定問題 你只要把一個檢定 一個部分的檢定問題把它弄懂了 後面的檢定問題其實是同樣的形式 所以你不要不看 現在第六週了很快就要考試了 你趕快把一個檢定問題弄懂 後面討論你會覺得說 其實都是一樣的東西 其實都是一樣 好 所以各位可以看一下 PA大的C突破 PA小的C1 你是一個雙微檢定 你要把H0拒絕掉 那你想嗎 如果說我舉一個例子 我舉一個例子 比方說這一個 我們現在是雙微檢定 H0P等於P0 H1P不等於P0 那假設呢 我現在把這個子 改成用0.1來表示 我假設用0.1來表示 那這個PA呢 這個PA如果很靠近0.1 我現在要檢定說 這個母體的不良力 是不是0.1 那你想想看 假設我今天的 樣本的不良力 很靠近0.1 你絕對沒有理由說他錯的 你看到問題的時候 你就一開始 把你的焦點鎖住在H0 如果我這個樣本的比 我們講過嘛 母體的比例跟樣本的比例 它是很一致的 母體的比例如果很大 我跟你講 你錯了一個樣本 樣本的比例 基本上也會很大 基本上 八九不離十 反過來 樣本的比例如果很大 母體的比例 母體的不良力也會很大 這個有關係 我上次不是舉例過嗎 這個身高的問題 你母體的平均身高很高的話 你的樣本抽的平均身高 一定也會更得很高 你看會有這種傾向 很直結的 所以說今天的樣本比例 如果說它接近0.1的話 你絕對沒有理由說它錯 那我說過 檢定要什麼 檢定第一步是告訴你 什麼情況之下 會把H0推完 那你就要從相反的角度去看了 我什麼情況之下會說它錯 那就是表示什麼 表示你的樣本比例要很大嘛 你要比0.1大到某一個程度嘛 或要比0.1小到某一個程度嘛 就這邊嘛 p hat要大於c2 你要很大或很小 你才會有足夠的說服力說 這個東西是錯的 那到底要多大要多小 那個c2應該要多少 那個c1應該要多少 你才會認為說 這個h0是錯的 那到底要多少 就用alpha來給嘛 我們給你一個顯著水準alpha 用alpha來找c1跟c2 所有的題目 你一路這樣看一下都是這樣的方式 到下一個單元也是這樣的方式 所以我建議各位要趕快去把它看 或者不然你這一 這堂課講完之後 這張講完之後 你腦中還是一片空白 你還是不曉得在講什麼 但是你前面一懂了 你會發現都說前面後面都很簡單 所以你不要急了 趕快去看 趕快把它看一看 你看這個東西都是一樣的東西 這個東西都是一樣 所以送來檢定裡面告訴我們 你什麼情況之下會說拿錯 一定是你的樣本比例 樣本比例 樣本不良力 超過某一個值 或小某一個值 這叫雙微檢定 那如果是右微檢定 就是這個右邊 超過某一個值 左微檢定就是小某一個值 右微檢定 什麼叫右微檢定 季節翼在右邊 什麼叫左微檢定 季節翼在左邊 那雙微檢定就是季節翼在兩端 沒有錯啊 你很大或很小 大於季度或小於季彎 這兩端 你就會把H0推彎 就會把H0推彎 所以我們的目的就是要把 季彎跟季度找出來 好 那給阿華 阿華叫顯著水準 題目會給你 阿華就是你會承擔的風險 我願意承擔多少風險 我會給你一個阿華 好 那我們看一下阿華的定義 在H0為真之下拒絕H0 H0為真之下拒絕H0 這個你要把它記一下 我要記一下 好 所以我們就把它搬過來 把拒絕H0變成一個數學模式 拒絕H0就是這句話 把它搬下來 什麼叫H0為真 就是P等於P0 P等於P0把它搬下來 P等於P0 所以我們就把一個文字 改成一個數學 就把它搬下來 然後接下來就是一個數學的推導 好 這邊有沒有問題 看一下 整個的一個描述 跟之前我們講的期望值 的概念都是一樣的 好 這一個 我弄一個給各位看 我們之前的話是這一個 第四周 來 各位看一下 好 你看這個 假設檢定松 一樣嘛 這松的檢定 你看有沒有 大一細兔 小一西彎 都是一樣的概念 都是一樣的概念 所以你趕快把一個弄懂 你弄懂的話 你後面也 期中考要到了嘛 我們考第八章 第九章 第四章我還會考一個單元 所以這分量也不少 那這其實你好像看起來很多 新來期間也是一樣 新來期間你只要前面掌握住了 後面所有的新來期間 的概念都是一樣的 檢定也是一樣 你把一個掌握住了 後面全部都一樣的 所以你不要拖 你拖到後面的話 你根本就不曉得你在念什麼 你要趕快看 你看它的概念是這樣 H0為真 你要把這個H0推翻 就表示你的樣本平均值要夠大或夠小 你才有理由把說H0錯 你看這概念是不是一樣的 這概念是一樣的 整個都是一樣的討論方式 所以你一個懂 全部都懂 所以這個OK 跟前面都是一樣 PA大為C2 PA小為C1 這概念都是一樣 所以為什麼說我們有三種檢定 一開始一定要從臨界值角度來看 你從臨界值檢定的角度來看的話 你的直觀比較容易感覺 我在面對母物體的不良力 我就用樣本不良力去看它 我在面對母物體的平均值的時候 我就用樣本的平均值去看它 那個很直觀 你母物體的平均值很大 你的樣本平均值相對就會很大 它會有這種傾向 那你用這樣直解去看它 你臨界值檢定就會很清楚 臨界值檢定清楚了 接下來變成標準統計上檢定 一換一下你就清楚了 那P字檢定你也懂了 就是一個基本概念 只要你願意花一點時間 這個別人最頭痛的東西 其實是很簡單的 好 那我們要把C彎跟C度把它B出來 C彎跟C度把它B出來 那怎麼B呢 因為兩端嘛 所以一端各二分之阿化 所以一邊二分之阿化 一邊二分之阿化 另外一邊也二分之阿化 有沒有看到 這裡是大野C度 這裡是小的C萬 各二分之阿化 好 那大野呢 那就變成這個標準化 那為什麼要用這樣標準化 為什麼要用這樣標準化 這個前面就在跟你講的 這邊 我們為什麼要做這個描述 你看 它近視於標準常態分配 你這個動作 就是為了後面要用到的 你看 你從這一步到這一步 你為什麼要變成這樣 你總要有一個理由嘛 它不是常態分配 它不是標準常態分配 對啊 但是為什麼它可以用標準常態分配來處理 它為什麼可以用標準常態分配來處理 那就是因為這個理由 它會近視於Normally 它會接近 它由 由這個條件 它近視於常態 由大樣本 中央極限定理告訴我們 它會近視於這一個標準常態分配 會近視於標準常態分配 所以 我們因為這種條件 所以我們今天可以用這個 其實我這邊寫的有點那個 這一個 這個條件之下 它這個可能打字 這個條件之下 是近視於常態 這個條件之下 由中央極限定理可以變成這個常態 所以這個 中央極限定理這句話 大樣本分中央極限要搬到這邊來 這樣寫比較不會搞混 這個條件近視常態 那這兩個條件把它搬到這下面來 這樣寫是比較完整的 比較完整 所以為什麼我們要描述 我們今天為什麼要描述這樣的一個分配 因為後面會用到 各位你會發現到說 其實我們這一路講下來 都沒有用到所謂微分積分 什麼都沒有 也沒有用到什麼很深的數學 我們只要告訴你 你把那個分配抽出來 你就可以利用查表 所以你會發現到說 其實不需要太深的一些微積分的東西 你就可以解決問題 所以各位看一下 那這個近視儀標準常態分配 那這邊就OK了 你來看一下 這一步到這一步就把它標準化 因為題目告訴我們 它近視儀標準常態分配 所以各位可以看一下 這一步到這一步怎麼減怎麼除 後面就跟著怎麼減怎麼除 那這裡的P是等於P0 所以我們這邊寫成P0 寫成P0 因為P0是已知 P0是已知 所以這個地方就可以算了 好 各位可以看一下 這裡是一個P0的符號 不是等號 表示這是一個近視 我想很多課本 可能就直接寫等號 但是我們這邊寫會比較嚴謹 就跟你講說 你看到符號就知道說 那個東西它不是 百分之百的標準常態分配 它只是一個近視 那這樣的話 在數學上來講會比較嚴謹 好 各位看一下 那這兩個會相等 你可以看一下 既然呢 既然這個東西 它近視儀標準常態分配 這裡是一個標準常態分配 這裡只是二分之奧法 當然這裡只是立二分之奧法 這個大也立二分之奧法 才會等於二分之奧法 因為它是標準常態分配 那由這個關係 這兩個就會相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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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利用這兩個相等呢 我們就可以把C2求出來 所以如果你真的有用一點心 去看這樣的一個過程 你就會發現到說 其實它都是裡面最重要的一個關鍵 就是在那個抽樣分配 它把抽樣分配放進來 那藉著抽樣分配的概念 就可以去把你要的東西算出來 它主要都是這樣 這個概念其實很簡單 所以我們算出來 C2是P0加立二分之奧法 跟二分之P0乘以1-P0 這是C2 再往下看 這邊是一樣 另外一邊 為什麼會另外一邊 剛才是這一邊 剛才是這邊 現在我要算這一邊 一邊二分之奧法 一邊二分之奧法 各二分之奧法 所以各二分之奧法 一樣 所以我們要標準化 標準化 一樣 這也是近似 因為是小於 所以我們會得到負的立二分之奧法 小於 一個標準常常會被 小於負的立二分之奧法 才會等於二分之奧法 因為它是一個對稱 有這樣的關係 這兩個也會相等 這兩個會相等 你看這兩個會相等 所以我們會把C1逼出來 會把C1求出來 C1C2就會被我們找到了 如果我們用圖形來看的話 就是這樣 各位看一下圖形 這兩個點 C1C2 各位你看一下兩邊的那兩塊面積 那叫拒絕液 所以我一直跟各位強調 你在算這個減徑的時候 三個圖形一定印在腦中 你面對雙尾減徑的時候 腦中就散出兩塊左右兩塊 你面對右尾減徑的時候 右邊就散出一塊面積 那一塊就拒絕液 你面對左尾減徑的時候 左邊就散出那一塊面積 那你就知道說 我的拒絕液在那邊 我想你唸到現在 你可能被這個左右已經搞混了 有點搞混了 其實你可以讓自己不搞混 很簡單 就用圖形來計 雙尾減徑就是兩塊 兩邊面積的就叫拒絕液 所以當我算出來的指 如果落在兩端 兩個面積內 那就是季節H0 那落在中間 那就接受H0 那右尾 落在右邊的是季節 那左邊的就是接受 你就很容易記下來 所以記功是也要有技巧 不要死倍 你死倍的話 第一個你容易記錯 第二個你考完事就還給我的 但是你如果有技巧 這個東西你不會忘記 你就很清楚 所以我們這樣的話 可以把C彎跟C兔求出來 你看C彎這兩個東西怎麼來 就是我們剛才推導的 我們剛才一路上推導下來的 C彎C兔 C兔 所以情況 大A季節H0 什麼情況是大A 這個呢 這個就是左邊那塊面積 只要你PF落在 你的PF落在這一塊 你的PF只要是落在 在這一塊 或者是落在左邊這一塊 那就是拒絕H0 那落在中間 落在中間 那就是怎麼 接受H0 所以你要善利用圖形 你看到雙微減定的時候 請你把這個圖形就放在腦中 我的拒絕就是 我就是要求左邊兩塊 所以我看到雙微減定的時候 我跟各位講 你就是要求這兩個值 這兩個值就是叫門檻 就所謂的臨界值 你考試的時候六十分幾個 那那個門檻 那現在這兩個門檻 所以你求出來的值 如果比這個C彎小 或比這個C兔大 那就是拒絕H0 那落在這個之間 那就是接受H0 所以這其實 其實你把它想透它很簡單 你把這三個圖形記一下 真的非常簡單 這有沒有問題 這叫雙微減定 雙微減定 好那雙微減定呢 我們接下來看一下 我現在這個雙微減定 我們可以這樣寫 所以我們的解測法則就是這樣 這個值 這個值就是C2 這個值就是C2 這個值 這個值就是C1 所以落在這兩端 就拒絕H0 那落在兩個之間的 這就是不拒絕 不拒絕就是接受 所以你很容易從裡面去做判斷 那我現在把這樣的一個關係 做一個改寫 改寫來 我們現在使用例子檢定法 上述的解測法則我們就會改寫 本來是這樣嘛 就改成這樣 各位你可以看一下 這一步怎麼改寫呢 把P0撿過來 把P0撿過來 把這一項除過來 就會得到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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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會得到這一項 同樣道理 把P0撿過來 把這一項除過來 就會得到這樣 那我把這個值呢 當作是Z來看待 所以這一項就變成 Z大ZM這要化 他有時候大寫 有時候小寫 其實是同樣的符號 所以這邊可能 各位多包含一下 你看這這麼小 這這麼大 其實是同樣的東西 那這個 那個寫生在幫我 幫我打字的時候 可能 有時候 沒有注意到那麼多 他也很忙 那所以這個小小細節沒有注意到 這邊你要多注意一下 同樣道理呢 這邊也是一樣 這個東西兩個 這兩個是一樣的 就是Z嘛 所以我們上面就可以 表現成這樣 那這一端 這兩個呢 我們再把它做一個合併 就變成這樣 這兩個可以用截對值 把它掛起來 大Z用雜化 這一項就可以寫成這樣 那這個Z呢 就等於這樣 就是這個值 所以你可以發現到說 我們在寄公司的時候 你看 這個公司很難寄 這個公司一定不好寄 這個公司非常好寄 你會看到說 所有的檢驗裡面 事實上Z是比較好寄的 比較好寄 但是你如果沒有經過這樣的一個認知 這樣的一個了解 你也會很模糊說 這個公司怎麼來 對啊 你會問嗎 這個公司怎麼來 你不好解釋 但這個公司比較好解釋 這個公司你從直觀的角度來講 你好解釋 所以我們也會講 這是零介指檢定 然後現在變成粒子檢定 就變成這樣的一個公司 所以同樣道理 粒的解釋子大於ZM造法 就拒絕H0 粒的解釋子呢 若在小於ZM造法 那就是不拒絕就接受 其實這前面的討論都一樣 跟上一個單元期望者的討論 都一模一樣的概念 都一模一樣的概念 你可以看一下 所以你在背這個公司的時候 你大膽的去背它 有沒有看到 這個子就是C2 這個子是C1 C2 C1 一樣的概念 那C2 C1呢 來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來改一下 這剛才嘛 這是C2 這是C1嘛 所以改一下 撿過來 除過來 撿過來 除過來 你看看變成這樣 變成這樣 是不是很像 很像嘛 只是這個搓樣分配的形式 有一點不一樣而已 但是這個過程都一樣的 都是一樣的東西嘛 所以你只要一個懂了 你會發現到說 其實後面全部都通了 你只要換一個不同的搓樣分配 你只要換一個不同的搓樣分配 其實所有概念都是一樣的 所以請各位要趕快 花一點時間去把它弄懂 其實 現在科技進步 有這樣一個電腦 像這個時候來講 就非常方便了 我可以把過去的東西拿出來 這樣讓你知道 如果今天我寫 這個部分我如果寫版書 當然我就會寫得很累 那我就很容易把它調出來 讓你看比對一下 其實都是一致的 都是一致的 好 所以這是粒子的檢定 好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來看一下 那接下來是P子的檢定 P子的檢定 那粒子檢定我們來看一下圖形 請各位看一下圖形 這是零件子檢定 那粒子檢定就把它標準化 就變成這樣 這個圖形標準化 標準化之後呢 P0就變成0 P0就變成0 那這個C2這個點 C2這個點呢 就變成這個值 你把它標準化就變成這個值 那C彎這個值經過標準化呢 就變成這個值 就變成這個值 那一樣2分之2 2分之2 那我算什麼 我算這個Z的結類值 Z是這樣 那這個值算出來 結類值算出來 如果它落在這一端 或落在這一端 反正結類值是正的嘛 就沒有關係 你落在這一端 或落在 這個Z 這個Z算出來 你落在這一端 或落在這一端 那就拒絕H0 落在中間 那就是接受H0 所以概念都是一樣的 那這個會比較好算 我如果今天沒有指定 你用考試要用什麼方法 坦白講 這個方法是最簡單的 你在記會比較好記 因為這樣的公式 各位已經很習慣了 那這樣的公式 各位不習慣 但是這個是最能夠理解的 好 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 那P值的檢定的概念也是一樣 各位你先看這個圖 這個PA如果算出來 落在這邊 那就是怎樣 拒絕H0 落在這邊 接受H0 所以你看一下P值 你看這裡C2 這裡C1 那我的PA呢 PA有幾個落點 可能是在這一區 有可能在這一區 也有可能在這一區 也有可能在這一區 那這很簡單 你其實不用被這個搞混了 反正我在大於C2 或小於C1 就是這個拒絕H0 中間就是接受H0 在C1、C2中間接受H0 那P值檢定 我們再來複習一次 概念是一樣的 來 各位看一下 如果在紅色這一點 拒絕或接受 拒絕 拒絕 好 那各位看一下 各位看一下 那你這時候你就算 右邊的面積 你就算右邊的面積 那你算右邊的面積的時候 這個右邊的面積算出來 跟什麼比 跟這一塊來比 跟這一塊來比 這一塊面積是多少 二分之α 這塊面積是二分之α 所以你這塊面積 只要小於二分之α 那就是拒絕H0 那現在就有一個問題 我們這邊是用α來比 那這個很麻煩 來 我再給各位回憶一下 來 各位看一下 這個叫幼微簡定 幼微簡定的話 因為剛才那個圖形 我如果真的要畫的話 要畫很多圖形 所以我沒有畫那麼多圖形 那各位可以看一下 這叫幼微簡定 那幼微簡定呢 幼微簡定的話 就是這個 這個C2 這個就是C2 這個就是C2 這一片就是C2 所以我的資料如果落在 我的這個sbar如果落在這邊 就是拒絕H0 落在左邊就是接受H0 落在紅色的面積就是拒絕H0 落在左邊就是接受H0 那你看它標準化就變成立R化 你把它標準化就變成立R化 一樣R化 那這個立子落在右邊就拒絕H0 落在左邊就接受H0 概念都是一樣 好 我們用P字簡定的角度來看 你看C2在這邊 你如果落在sbar這邊 是不是拒絕H0 對不對 落在這邊呢 接受H0 那是剛才臨界值的 剛才這邊的講法 那現在要講P值 那P值怎麼講 來各位看一下 這個面積算起來 跟α比大小 來 你告訴我 這紅色的面積會比α大還是比α小 小 為什麼 因為它落在 它落在這個拒絕區 這個面積會比較小 所以 你看到sbar在這邊 你已經知道 心裡已經有一個底了 它的結論是什麼 拒絕H0 好 那現在這個紅色的面積 又比α小 所以你把兩個連起來 把兩個連起來 P值小於α就季節H0 你馬上就可以連在一起了 你落在這一塊裡面 落在這邊 你是落在季節翼 所以你的面積一定會比α小 黃過然 你落在這邊 你是接受H0 那這個面積 這個面積是會比α大 對不對 落在這邊嘛 面積會比α大嘛 所以你看P值如果比α大 就是不季節 就是接受H0 所以這個東西很簡單 你用圖形 你就可以幫助你思考 你一定要看 你都已經坐在這個教室上面了 你就忍耐一下 要忍耐一下 忍耐過了 你就懂了 你不願意忍耐 你腦中不願意擺在這邊 你這邊再坐五個小時 你還是不懂 所以那個辛苦就是效力 否則你還是不懂 所以你看 你算的這個面積很容易 很多人為什麼不懂P值 你把圖形搬出來就很簡單了 紅色的面積這個點 代表拒絕H0 所以它的面積當然就會比α大小 我考試的時候 我在改考件的時候 很多人把這個東西背錯了 你為什麼會背錯 因為你根本不了解 你如果把這個圖形搬出來 你就很清楚 X bar紅色這個點 就是拒絕H0 很明顯的 右邊這塊面積當然會比α小 所以P值比α小就是拒絕H0 你就記下來 好 在綠色這個地方 是接受H0 接受H0這一點 這一點的面積會比α大 所以P值比α大 就是接受H0 你永遠忘不了 這是右尾檢定 左尾檢定也是一樣 左邊 你看左邊這一塊 X bar落在這邊拒絕 落在右邊就接受 這叫左尾檢定 左尾就看左邊 好 你把它標準化 就這樣 B值檢定也是一樣 各位看一下 這個點 這個點沒有畫 這個點是C1 這個點是C1 好 你紅色面積 落在拒絕域 所以X bar在這邊 就拒絕H0 很明顯的 它的面積會比α小 概念都一樣 所以你算左邊 那 綠色的部分也是一樣 這一點是接受H0 所以它的面積會比α大 綠色面積會比α大 所以P值比α大 不拒絕H0 或所謂的接受H0 你看 所以你看 都是跟α在比 來 我們看這樣 雙圍 來 這雙圍 雙圍你看 這邊C1C2 落在這邊 落在這邊是拒絕 中間是接受 好 標準的話 就變成這樣 再往下看 又來了 你如果落在這邊的話 就是拒絕 對不對 落在中間 綠色的就是接受 那紅色的這邊是拒絕 那你各位看一下 那現在怎麼辦 在這面積怎麼算 那就要判斷 X bar大於μ0 X bar大於μ0 表示你用右邊的角度來看 那這時候我要求這一塊 好 各位可以看一下 如果這一點在這邊 天啊 看這個powerpoint 在紅色這一點 你的面積就是這一塊 你的面積就是這一塊 這一塊算出來 你要跟什麼比大小 是不是跟二文字α 是不是要跟這塊比 你前面是不是都跟α比 前面都是在跟α比 現在因為這邊是α 這邊是α 這邊是α 現在你要比的是什麼 你要比也是比二文字α 那就有問題了 前面都 只是雙微減電 要記得乘以兩倍 所以你會發現到說 這個概念其實都是一樣的 延續下來都是一樣的概念 都是一致的 那你在看它的時候 只是錯樣分被改了一下而已 它處理起來其實都是一樣的 所以我一直要要求 那個圖形請你要記在腦中 你只要願意把圖形放在你的腦中 其實你算這個很非常簡單 你不會搞錯了 看一下這邊有沒有問題 公式三個 臨界值檢定 我們剛才講的一個雙微檢定 雙微檢定 好那現在右微檢定的話 就變成你很容易背 你看雙微檢定的話 雙微是兩支 右微檢定只要考慮右邊就好了 考慮右邊 你只要把二分之α 改成α就好了 一支 那座位檢定呢 一樣 這一支把它改成α 搬下來 它都是一模一樣 期望值也是這樣 也是這種概念 都是一模一樣 雙微檢定兩支 那兩支裡面右邊一支 左邊一支 那右微檢定呢 就用右邊這一支 用右邊這個四支 把二分之α改成α就好了 那座位檢定呢 就把這個搬下來 把二分之α改成α 所以雙微檢定 右微檢定 左微檢定 好這個經過整理一下 就變成臨界值檢定 這整理一下就變成這樣 這個整理一下就變成這樣 它其實都是一樣 那P值檢定 雙微檢定 右微檢定 左微檢定 好最後P值算出來 小的等於α 拒絕H0 你老實講 P值小的等於α 就表示你是落在那個很邊邊 你比α小 你比α小 就是落在那個拒絕區域 當然就拒絕 你比α大就是跑出來 當然就接受H0 所以這個公司你就很容易記 看一下有沒有問題 有關這一個三個公式 有沒有哪邊不清楚的 好 那我們就實際上來做個題目吧 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來看一下 請各位看一下 第九章 第九章的立體9點10 第九章26頁 第九章26頁 來我們來看一下 請各位看一下立體9點10 我們實際看一個題目 然後來看這題目怎麼做 那這邊也是一樣 9點10 9點11 9點12 要你用三個方法 所以三個方法 請你一定要記下來 三個方法 三個方法 那我們先來看一下 以公司呢 根據過去資料 在台北市家庭使用其 生產的產品的佔有力為20% 它過去佔有力是20% 那麼公司使用新的製程 改善這個產品的品質之後呢 它聲稱其新產品的市場佔有力 超過20% 超過20% 那於是呢 它隨機抽取100戶進行電話訪查 其中有30戶使用其產品 那麼在AWA等於0.01之下呢 檢定這個公司所聲稱的產品的市場佔有力 超過20% 視我為準確 它做這樣的聲稱到底是對或錯 那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來看一下 第一步你要寫H0跟H1吧 H0跟H1寫錯了 後面就錯了 後面就一定有問題了 那你 各位可以看一下 請你畫起來 這一個第二行到第三行的前面 聲稱 從聲稱開始 它新產品的市場佔有力超過20% 超過 超過這兩個字就是大乙 你把超過兩字畫起來 超過這兩個字把它畫起來就是大乙的意思 就是大乙 就是大乙 大乙 就是P大乙0.2 超過就是這樣 如果不超過就是小乙等乙 聽了喔 不超過就是小乙等乙 超過是這樣嘛 那不它的相反就是小乙等乙 好 我們先看超過是這樣 那另外一個呢 另外一個就是P 等乙0.2 它本來是0.2 它認為它現在會超過0.2 當然你也可以寫小乙等乙 做出來答案都是一樣的 當然這個題目以來講是寫這樣會比較好 你寫小乙等乙OK的 好 所以你先把兩個假設先把它列出來 好 列出來之後接下來 這個要怎麼擺 來 H1H1怎麼擺 我講過嘛 等號的要擺在哪邊 H0 沒有忘記 等號的擺在H0 所以有等號的擺在H0 所以這邊怎麼寫 P等下 小乙等乙0.2 你也可以寫等乙 這邊P呢 大於0.2 好 這有沒有問題 先看一下這有沒有問題 好 所以這樣寫就沒有問題 好 接下來呢 把這個相關的資料把它列出來 他打電話問了100戶 有30戶呢 說使用它的產品 所以這個PM 整個多少 100戶裡面有30戶 所以整個多少 是0.3 0.3 他要求α是多少 α是這一個0.01 α是0.01 好 我們就可以檢定了 都有了 來這個題目是 左側檢定 右側檢定 雙側檢定 回答我 右側嘛 右側檢定 他是右側檢定 好 所以我們等一下三個題目呢 就是用三個方法 一二三 一二三 三個方法來計算 這一題叫你用臨界值 那下一題叫你用這個標準統計量 然後再下一題請你用P值來計算 好 我們來看一下 好 我們第一個 我們用零界值檢定 零界值檢定 好 先把解測法的寫下來 好 那個公式 這是那個公式 好 P如果大於這個值 那我就拒絕H0 當然你可以寫一個 我一個不拒絕H0 不拒絕H0 假的這樣 假的P小的等於 P0加上Zr化 我們只P0乘以1-P0 這樣你就很容易判斷了 大於的話是拒絕 那小於等於的話就不拒絕 那你接下來的目的就是要把這兩邊算出來 這個P已經有了 0.3 那你要算右邊這一塊 你現在要算右邊這一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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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們來算一下 P0加上Zr化 更好 我們只P0乘以1-P0 來 這等到 P0這個值就是P0 這個值就是P0 這個值就是P0 P0 U0 P0就是這個地方 0.2加上Z0.01乘以1百分之 N是100 N這個是N 這個就N 100 100個家庭 所以0.2乘以1-0.2 好 我們算出來是2.93 0.293 0.293 0.293 好 看一下有沒有問題 好 算出來之後呢 這邊已經知道了 各位你看一下 這個P是0.3 這右邊算出來是0.293 很明顯的 0.3大於0.293 這裡是0.3 這裡是0.293 比他大嘛 不是比他小 是比他大嘛 好 算我們寫起來 我們從 從P 這裡是0.3 它會大於 這個是0.293 他比他大嘛 他比他大嘛 就把文化符合這個條件嘛 符合這個條件 符合這個條件 是這樣 拒絕H0嘛 所以我們下個結論 好 拒絕H0 他比他大嘛 所以我們拒絕H0 那什麼叫拒絕H0 你先不要吵 來看一下 拒絕這個 我們認為這是錯的 那哪一個是對 下面這個是對的嘛 我接受這一個嘛 我拒絕他 那我就接受他嘛 兩個假設一定是 一個你拒絕一個接受嘛 那我拒絕他 那我就接受他嘛 那接受他代表什麼 代表說 這一個廠商講的這個市場佔有力 會超過兩成 我接受這樣的講法 那這個講法就是 廠商的講法嘛 廠商說他的市場佔會超過兩成嘛 那判家說 這個資料出來告訴我們 廠商的講法是對的啦 所以資料顯示呢 我們支持這個廠商的宣稱 好 急 在Alpha等0.01之下 我們拒絕H 我跟你講這句話一定要寫 這句話一定要寫 這句話不寫 考試會不會有扣分 你下的風險 是在這個條件之下來下 在這個之下呢 我們拒絕H0 拒絕H0 那拒絕H0 不要這樣就結束了 要說明一下 資料顯示呢 我們支持廠商的聲稱了 結果這個顯示呢 廠商的講法是沒有錯的啦 他認為試算力已經超過兩成 了 對